表演艺术团体幽人神谷位在台北木炸的山上剧场 两年前提出文化保存维护计划 今天本来要在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进行最后审查 但是因为这个地点位在环境敏感的保护区 幽人神谷总监刘若瑜在思考之后临时决定撤案放弃开发 体现天然合一强调与环境共存共融 表演艺术团体幽人神谷的山上剧场 就设置在台北市文山区老权里的山林街 由台北市文化局公告为文化警官 不过设备年久失修又希望增建宿舍等设施 在文化局辅导下提出了文化警官保存计划进行审查 不过努力了两年 总监刘若瑜却在最后关头决定撤案 他不希望变更环境敏感的保护区来改建 因为我们自己在山上那么久 其实一直是以对咱的尊重和以山林 就自然给我们的力量才能够发展到现在这个状况 要我们撤案我觉得是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不晓得这样的事情 其实造成的后续影响其实更多 上午案件在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进行审查 有委员认为太可惜 只说不希望撤案 但环保团体感谢优人神谷的决定 也重申保护区的开发案应该做通盘检讨 我也觉得文化局根本不该今天提什么尊重意见去撤案 这种我觉得在相对于这个城市竞争的这种状况下 我们相对是太消极了 从慈激案一路走到这个案子 大家一直在挑战的跟省思的跟检讨 跟必须去面对是真的台北市的保护区应该全面的被检讨了 因为它在快速的流失 最后会议主席宣布让案子撤案 而比起同样也打算要变更保护区开发的慈激 已经争议了多年 优人神谷明快决定撤案 尽快平息纷争 让环保团体高度肯定 记者林环郭俊玲台北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